大家好,我们使用手机经常会遇到手机内存不足,让我们清理手机垃圾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几个小技巧是让我们正确的清理手机内存 该怎样操作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经常使用手机会在手机当中下载许多的软件应用 经常会提醒我们清理内存,手机空间不够用的这种情况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正确清理手机内存的一个小方法 如何操作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我们经常会使用微信来聊天 如何清理它的内存呢,我们打开,点击我 在这里面有一个设置,我们打开 这里有一个通用,我们打开 我们在这里面找到照片视频和文件,我们打开 通常这三个开关是默认开启的状态 我们所看到的视频以及照片文件 它都会自动的同步到我们的相册当中 这样会占用我们非常大的空间 我们在这里将这三个开关全部关闭 这样的话就会避免了一些不需要的照片和视频的保存 然后我们返回,在下方有微信存储空间 我们打开,这里面会显示我们微信所占用的空间 点击蓝色的这个按钮,清理不必要的缓存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有选择性的将聊天删除掉 这样就清理完成了,然后我们返回 微信清理完之后,我们再来打开设置 点击我的设备,全部参数 我们在版本号这里连续点击七次 这样的话它就会打开开发者模式 我们在设置当中找到更多设置 向下滑动,就看到有一个开发者选项 在这里面我们向下滑动 在下方我们可以找到有一个后台进程限制 我们打开,默认的情况是标准限制 只要我们所打开的应用,它都会在后台运行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不超过两个进程 或者是三个进程 我在这里选择不超过两个进程 这样的话,当我们打开第三个应用的话 它会自动将第一个应用关闭 这样就会使我们的手机更加流畅 第三点,我们返回设置可以找到有一个存储空间 我们在这里最下方会有一个垃圾清理 这样它会一键将我们的手机垃圾缓存 清理掉 直接点击下方清理选中的垃圾 直接这样就清理完成了 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的手机提前设置一下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些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多精彩 请关注灵动生活,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